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讓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歡迎 陳文茜 陳老師 以及江儀化 江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大四的同學已經畢業了 他們沒有福氣參加我們今天的課程 請江老師在這裡 我們為大家介紹一下 陳文茜教授呢 過去其實還在台下政治系的時候 就是最受歡迎的教授 他個人畢業於耶魯大學 後來他進入了政府 先在研考會內政部 然後擔任了行政院院長 他的時代面臨了 一個台灣跟中國大陸很敏感的時代 也面臨了台灣和全球跟中國大陸 要不要經貿接軌的一個選擇的時代 也面臨了網路革命 對民主政治的衝擊 然後之後 他當時的政府時代工作 他所代表的執政黨 在那個時候敗選 他的總統 希望他留下來 他認為他應該負起政治責任 他到今天為止都是我很敬佩的 一個有風骨的知識份子 他可能適不適合從政 不適合 他認為他不適合 我也認為他不適合 可是當我們說不適合這三個字的時候 像他的好朋友 也許我的好朋友叫羅尹台 認為他是國之棟梁 我認為他不適合的原因是 我們這個社會有太多複雜的聲音 而他有他某些政治理念的堅持 自由主義的堅持 法治的堅持 以及他善良的本性 這些事情都會使得他 無法處理過度複雜的台灣政治 這樣對吧 跟你一樣 他說跟我一樣 他基本上是一個非常有教養的人 所以當一個台灣很有教養的人 人人幾乎只要比較有教養 不小心踏入政治 很快就會發現他不適合政治 這可能是我們政治上頭 需要考慮的事情 詹文化老師有多麼認真 很多人已經當到一個位子上 他到我們亞洲大學來上課 只是他人生非常擅長的一堂課 跟一堂演講 他非常認真的準備 而且特別打電話給我 同時他還上YouTube去看 我們過去的課程 他的態度是什麼 不管他曾經剛過什麼樣的位子 不管他今天來的面對的 可能對他的人生前途代表的是什麼 他永遠每一份工作都很認真的準備 今天他先為大家上一堂 他想要說的一個題目 民主政治是否解決不了我們當代的危機 他不只是政治學者 他深厘在現在的政治裡頭 要解決問題的各種困難當中 或許在當時壓力之下 他也不得不放棄他的某些堅持 不得不妥協某些他不得不接受的一些方案 而當時的妥協跟各種情況裡頭 可能他要再回到學術圈 他很認真的在教學 很認真的觀察公共政策 仍然熱心於整個我們所有發生的事情 他今天準備了一個長長的演講 如此的認真 如此的至今謙虛 且非常誠懇地來和各位同學講話 我今天穿的拖鞋不是對他不敬 是因為我剛帥了一跤 請大家給他一個掌聲 謝謝 我要下台去上課了 張老師 謝謝 謝謝文倩的介紹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有這個機會 來到亞洲大學 跟各位分享一些 我對民主政治的看法 剛才文倩在介紹的時候講說 我準備了這個題目來跟各位做報告 其實這個題目是文倩給我的 雖然他知道 我現在在中正大學教書 正在上的一門課 就是民主政治的理論跟實際 所以只要是跟民主政治有關的事情 我都很願意跟年輕的朋友分享 但是我倒是沒有用過這樣的題目 就是民主政治是不是解決不了當代的危機 這個是一個比較白話文 也比較容易讓大家可能感興趣的題目 但是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卻有很多很複雜的基本工作要做 譬如說從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就必須得要先知道說 對不起 你講的民主政治到底是什麼 什麼是民主政治 第二 到底我們當代有什麼危機 我們當代不是過得好好的嗎 至少沒有世界大戰 所以當代到底有什麼危機 然後第三個才是把這兩個連起來 那就是解決當代的危機 真的可以靠民主政治嗎 以及民主政治真的可以解決這個危機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其實是 圍繞著這三個不同的問題去展開 那因為時間非常的寶貴也非常的有限 我就不會長篇大論像我在上一學期課那樣講 我是準備了大概有二十幾張的投影片 但是我會盡量掌握這個時間 把我認為可能對各位在思考這個問題上 也許會有幫助的一些素材 很快的把它過一遍 我的大綱大概會包含這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當我們習慣於像台灣這樣一個民主政治的社會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忘記 我們是不是除了民主之外別無選擇 換句話說 我們當時為什麼會選擇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不是我們人類 在各種政府體系裡面 比較好的一種制度 在這裡我們要稍微停一下 當然這裡就牽涉到說 民主政治到底是什麼的那個問題 那第二個我要問的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個民主 到底是處於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們今天所講的民主 並不是從人類開始有民主制度時候的那一種民主 那個是古代的民主 跟現在的民主十萬八千里遠 我們現在的民主有一個很知名的作家 一個教授 他說這個叫做第三波民主之後的一個發展 那等一下我會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政治學者是怎麼在講這個所謂的 民主的第一波 第二波 然後到我們今天的第三波 第三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第三波的民主本來是被非常看好的 從1970年代的中期開始 全世界有很多的國家 從原來的非民主的體系 轉變成民主的體系 那麼大概一下子之間 多了至少六七十個國家 變成所謂的民主國家 很多學者在那個時候都非常的樂觀認為 人類從此就全部都會朝向民主政治去走 而民主政治將會 不只是部分國家的選擇 而會是全人類的選擇 所以我們即使在台灣也都常聽到一個詞 就是說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 不是嗎 那什麼叫做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的意思就是說 普天之下整個世界都應該把這當成是好的事情 那才叫做普世價值 我們常常會說 人權是普世價值 自由是普世價值 我們也說民主是普世價值 但是我要向各位說的是 這個論道也許來得太早了一點 在今天此時此刻 要去義無反顧的堅定的講說 民主一定是全人類唯一的選擇 我相信連創造民主的那一些偉大的先賢先烈 可能都不敢這樣想 最後一部分我要講的就是 假如說民主並不是能夠馬上斷定為普世價值 那這究竟意味著民主本身並非最好 還是說民主很好 但是我們距離它還很遙遠 所以我會回到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 就是以台灣來講 我們距離那個 我們一直要追求的普世價值的理想 究竟有多元呢 我今天大概就跟各位講這些東西 好 我們先看人類的政治體系 在各位在這個簡單的slide上面 會看到幾種不同的國家的類型 他們都是有名的人物 左上角就是像神話中的布丹 的年輕國王跟他的王后 這個是代表說在世界上有一些國家 他們是君主制度的 而且布丹在大概十年前 都還是百分之百的君主制度 就是國王是擁有比較大的權力 那也讓老百姓過得蠻幸福快樂的 他們不是說他們幸福指數很高嗎 但是十年以來 他們已經開始慢慢把國王的權力放出去 改成所謂的議會內閣制 右邊這一張呢 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改成任何 所謂的憲政議會制度的國家 那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到今天 都還是由王室在統治 而沙烏地的國王 親王 王后 王妃 所享有的權力 不是像我們這種國家的總統 或總理可以比拟的 所以我們今天仍然是有非民主的 王國制或君主制的國家 在左下角 這個是已經被殺掉的 利比亞的強能 葛達費 他所代表的就是人類的20世紀 在20世紀的時候 仍然存在有很多的所謂 軍事強能統治的國家 他也許名義上是叫做總統或總理 但他其實就是一個軍人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 尤其是在非洲 只要你掌握了槍桿子 你就有辦法掌握權力 你就可以統治這個國家 沒有任期限制 到今天都還是有 那麼20世紀非常有名的一個人 就是利比亞的強能 葛達費 右下角這個是大家現在 大概最熟悉的 我們說的金小胖 金三胖 金正恩統治北韓 就像他的父親跟他的祖父一樣 實際上可以說像是一個王朝一樣 可是他們用的一種體制 叫做一黨專政制度 在這個國家不像是在台灣或美國 可以容許不同的政黨 彼此競爭 選舉 然後上台下台 在這種國家從憲法裡面就規定 只有某一個黨才可以領導這個國家 其他的人只要組成政黨 要挑戰這一件事情 就會被捕被殺 這個叫做一黨專政 我們停一下 哪怕是活在21世紀的今天 全世界都還是有不同的政府制度跟政治體系 有民主 但是也有君主 有議會制度 但是也有像軍事強人的制度 也有一黨專政 在這麼複雜的一種政治制度的世界裡面 我們人類為什麼會選擇民主 如果各位有這個機會 彷彿是站在一個歷史的實質路口 假如你的國家還沒有民主化的時候 問你說 我們究竟是要選擇君主還是民主 還是讓軍事強人統治 還是讓一個政黨永遠來統治 你的答案會是什麼 很多人認為 人類之所以會選擇民主 是因為幾個不同的主要理由 第一個當然就是相信說 老百姓最大 用台灣的用語來講就是 人民應該當家做主 我們不相信 如果把政權交給一個統治集團 而我對那個統治集團 是誰沒有決定權的話 那麼 那個人或那個集團 將會對我非常不好 我自己只有當我自己的主人 我可以投票 我可以決定誰來統治我的時候 我才不會被欺負 這個就是西方所謂的人民主權的概念 主權 那個最終的權力必須掌握在我的手裡 如果你相信這一點你就會想要民主 第二 你如果認為打打殺殺的那一種日子 不太好 政變 內戰 戰爭 革命 都不是處理政治權力的轉移的一個好的方法 那麼你也會傾向於我用民主 為什麼 因為民主是一個用選票來取代槍桿子出政權的方式 每當有不同的集團都號稱他們是最能夠帶給這個國家福祉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個辦法來決定說 誰或者是哪一個政黨才真正是夠資格來統治 而這個方法用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方式就是選舉 大家把票投下去 誰拿到票最多 誰統治 這是一種和平轉移政權的制度 但是最後也有一點 是我在上課的時候如果跟學生討論 每次開放討論的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我得到最多的答案 其實是最後一個 那就是很多人 我如果問他說 同學你為什麼認為台灣應該要維持民主制度 很多人會說 因為我蠻喜歡現在的自由狀況 他們覺得在像台灣這樣的社會裡面 不管政治上多讓我們覺得無聊 可恨 噁心 但是會覺得說至少我活在民間是自由自在的 我上街買東西 我找工作 我談戀愛 我找職業 或者是我罵人 基本上都過著一種蠻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這種東西很多人知道說 是在民主社會才有機會享有的 相對的比如說在中國大陸 你就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罵人 可以罵政府 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 所以民主是有理由的 基於這一些理由 當然你也可以不贊成這些理由 但是如果你支持這些理由 你就開始會想起心動念 會覺得說也許我們應該像別的民主國家一樣 變成民主 但在這裡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我看了YouTube上面 聖志仁老師這個學習來的演講 他一開始他也是先講說 很多人認為民主的核心就是在選舉 但是聖老師在那一堂課裡面 也試圖要去講一件事情 那就是說選舉不是民主的一切 我同樣是個政治學者 我每到一個地方 我也是可以說是不但其凡的 要告訴我的聽眾朋友說 民主真的不是只有選舉 雖然我們看到的民主幾乎都是選舉 這句話該怎麼講呢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民主當然就是必須要有選舉 如果民主沒有透過選舉的方式 來決定國家領導人跟政黨 那麼我們用什麼方式 所以既然選舉是我們產生領導人 跟政黨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式 你就會發現所有的 跟政治學有關的東西 全部圍繞了這個選舉 包括什麼提名 包括這個政黨的初選 候選人的競爭 然後各種的競選的活動 然後當選以後怎麼樣分派職位等等 可是對於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來講 他們非常清楚的就是 如果說民主制度的好處只是在選舉 而沒有一些更讓人家感覺到有感的理由的話 那麼光選舉本身其實沒有理由 要讓我們那麼樣的喜歡它 各位稍微想一下 現在全世界其實有很多國家 他們的治理並不差 可是他們並沒有選舉 像中國大陸在過去這十幾年來的崛起 就已經慢慢的讓很多 不只是中國大陸內部的人 來自包括海峽這樣的人 香港的人 會去思考說 人家中國大陸雖然沒有選舉 可是政府很有效率 然後做事也很快 然後對長期的規劃也很有步驟 你說像最近美國要圍剿華為5G的事情 人家就有應變方案 這不像是一個民主國家 反而是在這一些方面 常常是打打鬧鬧蛋 一事無成 所以如果說一個人會只因為看到 有選舉可以投票 然後就非常高興的說 我要擁抱這個制度 我不要別的東西 這其實是不好想像的 一個人會喜歡一個制度 不管它是選舉 或者是非選舉的制度 通常是因為那個制度 可以帶給他很多幸福感 生活要過得更好 經濟要發展 或者甚至說將來的機會更多 或者是說他活得覺得有尊嚴等等 這種東西就會變成 所謂的自由主義式的民主 自由主義式的民主 在民主的那個選舉制度上面 加了很多東西 加了很多所謂自由主義式的理想 又要人權 又要公平 又要司法獨立等等 然後造就了一個遠比選舉 所構成的那個制度 還要複雜很多的制度 我們看一下 有一個替第一種民主觀念力言的人 我很喜歡談他 雖然每次談他都要花一點點時間 可是我覺得他是我在民主制度的 研究上面的一個啟蒙者 熊彼得本身是一個經濟學家 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 一個奧地利人 他寫過一本書叫做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這本書也有中文翻譯 他在這本書裡面 對民主下了一個定義 你如果比較起 你在國高中看過的教科書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定義 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可是等一下我要跟你講 為什麼我喜歡他的洞見 他說民主的方法 是為了達成政治決定的 一種制度上面的安排 而在這種安排之中 有某一些人會透過去競爭 獲得人民的選票 從而取得他做決策的power 就是權力 這個定義跟我們一般 對民主的了解沒有太大的差別 可是他很聚焦的告訴我們 如果你從選舉的角度 去看民主的話 你看到的是什麼重點 第一 民主是一種方法 它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 民主的目的 是為了要安排權力 應該由誰來掌握 而選舉本身只是一個過程 一個方法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民主是一種生活本身 那麼對熊彼得來講 他會提醒說 民主不是生活或目的本身 民主只是一個手段 這個手段的目的 是為了要讓某些人 可以獲得決策的權利 那麼難道他獲得這些決策的權利 沒有要做更理想 更偉大的事情嗎 譬如說創造全國的充分就業 讓每一個人過得幸福美好 或者說德性得到提升 有一個道德的美好的世界 熊彼得定義裡面沒有講這個 他故意不講這個 因為他知道選舉的民主 不可以承諾這個是做不到的 民主只是解決了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當有張三 有李四 有王武這三個人 要出來號稱說 他想當總統的時候 我找出一個辦法叫做投票 來決定誰拿到的票最多 誰當總統 就是這樣 至於誰當總統或哪個政黨執政 能不能創造所謂完美的人類的秩序 那完全不是民主所能夠承擔的 另外一點也非常妙的 他說 某些人是必須透過 禁足人民的選票 沾山 李四 王武這三個人 想當總統 他的方法是來到像這樣的地方 對著選民拜託說 各位 我是最全心潛意為你好的 我如果當總統的話 我承諾大家每個人不用繳學費 我承諾每個人畢業以後 就可以有一個免費的公共房屋 他為了要巴結你取得你的選票 他來競爭這件事情 而在這裡面就沒有我們傳統所謂的 各位坐在那邊 然後想著我希望誰來當總統 是陳文倩好呢 還是郭台銘好呢 還是韓國瑜好 然後想一想就覺得說 陳文倩好 我希望選陳文倩 然後陳文倩當總統 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為什麼不會發生 因為走到這邊來跟各位禁足選票的 有韓國瑜跟郭台銘跟蔡英文 但沒有陳文倩 如果用傳統的話來講 民主的選舉從來不是 人民主動選選與能 從來不是 民主的選舉從來都是 有一小群想要獲得權利的人 來說服廣大的人民說 我最好 你把選票投給我 我會照顧你 因此你能夠選的 永遠是這一群來到你面前 承諾你 競爭你 追求你 的人裡面的一個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選選以能 這個觀念 從選舉的民主裡面拿掉 因為你最想要選的人 不一定是那個會出現在前面 拜託你的人 當我了解說 原來熊彼得所講的 近代的選舉制度 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的期待值一下子就降得很低 你看到一個又一個選舉 不管是美國前一個選舉 選出川普 或者是最近烏克蘭的選舉 選出哲倫斯基 一個喜劇演員 你就會忽然間了解說 對啊 我們整天在忙著 這個選舉這件偉大的事情 其實好像也不過就是這樣 我們只不過透過選票這個制度 來決定那一些跑出來 號稱要為我們服務的人裡面 我們讓誰來當總統如此而已 至於這個人當了總統 會不會讓美國國運更殘隆 讓烏克蘭可以免於蘇俄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欺凌 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各位當聽到這樣的話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失望 因為那民主難道就只是這樣嗎 所以就會因此有很多不同的理論家 希望在那個 剛剛所講的那一套制度上面 再多加一些東西 其中一個很代表性的人物就是 以前我的母校的一個非常知名的 政治學家叫做Loberta Dauer 他中文叫做Dauer Loberta Dauer這個老先生 在我去唸書的時候人還健在 他偶爾會出來演講 他是一個可以說20世紀 美國最有名的政治學者之一了 他寫了很多很多的書 都是跟民主政治有關 他在他的書裡面 所鋪陳出來的那個民主政治 就跟剛剛那個熊彼得先生 所講的是不太一樣的 熊彼得只講到說 民主是一種手段 一種方法 來決定權力怎麼安排 Loberta Dauer會說 除了要有公平的選舉之外 你必須要有政黨的競爭 然後你必須確保不是軍人來統治 這個在熊彼得定義裡面 沒有講說不可以由軍人統治 可是對一個自由主義的理論家來講 軍人就不應該憑著槍桿子控制國家的權力 這一點必須先講 接著非常重要的 之所以叫做自由主義就是因為 相信有一些自由跟權力 是這整個制度要追求的東西 如果我們選半天 選出來的總統、市長、立法委員 沒有辦法真正保障我們在思想言論 集會結社宗教信仰方面的自由的話 那我選你幹什麼 今天如果說我們選出來一個總統 他卻是一個專制性格的人 他上台第一件事情就說 我覺得什麼什麼宗教是邪教 然後我想辦法就把它禁掉了 用它的行政命令 這一件事情對一個自由主義者來講 是不可以接受的 如果說有一個總統他選出來 他說各位大家都很窮 我們今天可以用一個辦法 讓大家馬上致富 那就是把我們國家最有錢的 那10個人的財產把它充公 或者至少拿80%出來 大家評分 大家都很高興 可是問題是自由主義的民主 也不允許這樣做 因為每一個人他自己的私有財產 我們所謂的權力 是不可以被行政命令這樣隨便就剝奪的 所以各位會發現自由主義開始 在民主的那一套遊戲規則裡面 加了一些限制 但其實也就加了一些保障 接著他也講說 如果說你對這些人有爭議的話 那麼我們就必須靠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 有那一些不受政治干預的法官 來判決到底你對還是我對 這一件事情 在一般的民主體系裡面也不重視 可是在自由主義的民主體系裡面 非常重視司法的獨立 以及法治的精神 那法治精神就是一種 我們認為一個人再怎麼偉大 他也不應該超越法律的規範之外 不管任何人他都必須要遵守 同樣一套法律的規定 如果沒有這種尊重法律的一種精神的話 那老實講這個社會很容易就會做出 很多非法的事情 那最後一點就是民主的社會 通常會是一個非常活潑多元的社會 在台灣我相信大家其實都 體會得到這種社會 可是有時候你必須要 去跟別的社會比較的時候 你才看得出來 每次中國大陸有一些朋友來 我們帶他們去餐廳吃飯 然後我們自己一桌 比方說12個人高高興在吃的時候 上菜的那個小妹一邊過來 然後都給我們端新的一道菜肴上來 有時候那些客人很愛作弄 就怕得忽然間問那些端菜小妹說 你支持韓國瑜嗎 然後那小妹說我不支持 那個為什麼不支持 那個小妹就站著 手裡還拿著盤子可以泡泡不絕 跟他講10分鐘他為什麼不支持 然後我們的客人就目瞪口呆 在台灣就是這個樣子 在台灣每一個人都活著理直氣壯 不管是計程車司機 清道夫餐廳的小妹 你只要不問他則以 你問他 他對於所謂的政治都有意見 有意見的人他可以自由的去形成 各種大大小小的團體 不管是什麼登山社 不管是動物保護協會等等 他們可以去做他們愛做的事情 而不會被限制 坦白講 對於一個自由主義的理論家來講 民主如果值得追求的話 是因為有這些自由 所以值得追求 如果沒有這些自由會得到保障 而只是因為有選舉 作為一種工具 那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好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如果用這樣的觀念來看 也就是用自由主義式的民主來看的話 全世界現在的民主國家到底有多少呢 又是分佈在哪裡呢 各位都知道有一個有名的雜誌 叫做Economist 就是經濟學人雜誌 總部在倫敦 他們每年呢 他們的智庫做一個所謂的 民主指數的調查 把全世界一百六十幾個 他們可以調查的國家 按照他們在剛剛所講的 那一些項目上面 分別給分 然後再分類 分數最高的叫做完全的民主 大概是八分以上 六分到八分之間 是所謂有缺陷的民主 Fall of Democracy 分數在更低一點呢 這種黃色就是 混合的民主跟非民主的體質的混合政體 然後比較偏核色的 一直到最深核色的 是所謂不民主的威權政體 我們套到整個世界地圖來看 最綠色的民主的國家出現在加拿大 北歐那幾個國家 還有愛爾蘭 跳過來澳洲紐西蘭 這些都是比較民主的國家 其次淺綠色的國家 包括美國 美國不是最民主的 美國不是最民主的 英國 他也不是最民主的 他是第二等級的民主 然後包括日本 台灣等等 那些個比較 稱不上民主 是混合型的國家 大部分出現在非洲 中東 還有中國大陸 然後至於最不民主的國家 深核色的 只是出現在 這邊都沒有 非洲的中部 包括中非 甘果 查德等等 以及 沙烏地阿拉伯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傳統的裝置 裝置完全的國家等等 還有北韓 我們再看一個比較具體的數字 可能各位有興趣就想知道說 台灣的排名跟得分是多少 我們抽樣的看幾個 排名在最前面的是挪威 冰島 瑞典 美國排名只有第25名 他的分數沒有到達8分 只有7.96 華人世界裡面 台灣是分數跟排名最高的 32名 7.73 香港最近這兩天報紙的頭條 他的排名也並不高 因為香港一直都沒有真正的民主化 73名 6.15分 中國大陸是很差的 130名 3.32分 最差的三個國家 如果以倒數來講 倒數第一名是北韓 倒數第二名敘利亞 現在打得一塌糊塗 倒數第三名是中非的甘果 這個是2018年的表現 在經濟學人雜誌給他做一個評比 所看到的情形 那麼我們如果回頭看 今天的這個樣態 各位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你從剛剛那個表現得非常好的 典型的民主國家的北歐 到表現得非常不民主的 北韓敘利亞 你就開始會想要去問說 那到底全世界有多少國家 百分之多少是民主國家 你也會想要知道說 它是怎麼來的 是從100年前還是200年前 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 然後下一步又會怎麼樣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一個人的著作是有幫助的 就是以前哈佛大學的一個教授 他叫做Samuel Huntington 他寫了很多關於民主的書 其中有一本叫做第三波 他之所以講 用這個標題來作為他的書名 是因為他認為在人類的歷史上 民主政治 民主國家的出現 就像你到海邊去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波浪 第一波波浪打來的時候 有高潮出現了一些民主國家 但是他會退潮 然後等到第二波再來的時候 又帶來的更多的民主國家 但是不幸的他也會退潮 有一些國家會變成非民主 然後在1974年的時候 他發現第三波來了 那個就距離我們現在大概有40年前 他所看到的這三波是這個樣子的 第一波的民主國家在19世紀中葉 1830年代 從英國的選舉權的改革 開始越來越多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曾經到達一個高峰 那個時候全世界有33個國家 有選舉 有民主 但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很多國家變得不民主了 包括鼎鼎有名的納粹德國 德國本來是民主的 在戰後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希特勒上來了 義大利也是 所以兩次世界大戰之間 我們看到了第一波的逆流 但是隨著大戰結束 很多國家受了美國 英國的影響 又開始把自己也變成民主國家 到了1960年代的時候 它的個數 它的數量 比第一波還要高 已經到52個 但是很快的 非常快的 在短短的10年裡面 這一些變成民主的國家 都馬上又倒退 變成是非民主 所以到了70年代的時候 又降到只有30個 結果第三波就是從1974年開始 隨著在葡萄牙 在西班牙 然後越來越多的國家 他們推翻了原來的 這個威權統治的政權 然後開始民主化選舉 因此我們看到第三波很壯觀的 到1990年的時候 已經是史無前例的來到65個國家之多 65個國家究竟佔全世界的多少呢 聯合國目前登記有案的國家 是194個 另外一些是一個不像國家的地區 我們就姑且講190幾個國家 60幾個國家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有三分之二的國家或人口 是生活在不民主的國家裡面 而很多人就會想知道說 在1990年之後發展是怎麼樣 因為Huntington後來就過世了 沒有繼續做研究了 倒是有史丹佛大學的另外一個教授 叫做Larry Diamond 他繼續在他的研究團隊那邊 去累積去統計說 到底在1990年之後 民主是繼續在增加還是減少 他從1974第三波開始算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先看這個紅色的線好了 紅色的線就是所謂的 有選舉的民主 他會到1991年的時候 忽然間變成一個高峰 從41%突破到57% 58%左右 那是代表什麼 代表在蘇聯解體 就是1989 1990左右 1990年代東歐的解體讓一大堆的國家 從共產主義國家變成民主國家 所以第三波的浪潮 一直推進到90年代的時候是非常可觀的 以比例來講他也突破了50% 一直到最近2015 16左右 有62%的國家 是所謂有選舉的民主的國家 包括我們東南亞這一邊像緬甸 更不用講像馬來西亞印尼等等 我們這邊都已經有選舉了 可是你如果用比較嚴格的標準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不只是選舉 還必須要保障人的自由跟權利 必須有獨立的司法跟法治文化 那麼你就要看藍色的這一條線 從一開始他就比紅色的要來的少 只有22% 一直到今天 他仍然沒有超過40% 也就是說 真正可以談得上 我們比較欣賞的那種 自由主義式民主的國家 到目前在全世界還沒有過半 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 來思考說 民主能不能解決 我們人類面臨的問題 你首先先有個數字概念就是 現在真正採用比較像樣的 或者做到比較像樣的民主國家 也只不過就是40% 可能就是像英國 德國 法國 美國 北歐這些國家 而大部分的國家 超過一半的國家 還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人類的問題何其複雜 民主有沒有辦法解決這所有的問題 為什麼民主到了90年代 到了最近2016年代 它沒有能夠像過去的20年 繼續膨脹擴張 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解釋 我們先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 有很多看起來在實施的大型的國家 他並沒有因為有了選舉 然後就被人家承認了是真正的民主 包括像俄羅斯 俄羅斯當然有選舉 普丁動不動就出來選 已經在位十幾二十年了 賴吉利亞在非洲是個大國 委內內拉今年的選舉很亂 選出來的總統被挑戰 正想辦法再鞏固他的政權 菲律賓選出了一個民粹主義的領袖 杜德特 巴基斯坦傳統上一直都是軍人比較掌權 在每個大洲都有一些國家 它的量體很大 如果說它真的民主化的話 它會影響其他周邊的小國 但是沒有 另外比較麻煩的是 在傳統的民主先進國家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說民主越做越好 包括在美國 在英國 在法國 乃至於最近大家所關心的德國 我們看到這些國家開始有一些 長期的社會的分歧 沒辦法解決 經濟衰退 沒辦法上來 政治越來越對立 他們的所謂的左右的政黨 或者像美國的民主黨跟共和黨 彼此不講話的情形 並不比台灣的國民黨民進黨不講話 要來的輕微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我們看到民主 是如此的一個景況的時候 你還會有很大的信心去講說 民主將會是人類唯一的歸宿嗎 曾經史丹佛大學 有一個很有名的教授 日本裔的 他叫做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他在年輕的時候 在1989年的那一年 他寫了一篇文章 讓他一炮而紅 震驚全球 他寫的那一篇文章就是 歷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 之所以讓他一炮而紅 是因為那一年 還沒有發生東歐國家的巨變 共產主義還沒有垮台 但是福山寫了一篇文章講說 人類其實已經不用再爭辯了 民主政治將會是人類唯一的選擇 也就是歷史的終點 將會是政治上面的民族 經濟上面的市場經濟 結果沒想到他這篇文章 出了不到半年 東歐十幾個國家 在一夕之間垮台 紛紛改成民主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他好像是一個偉大的預言家一樣 但是我們前年邀請福山來台灣演講 我們給他的題目就是 從所謂歷史的終結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反而是民主的衰敗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1989年時候斷言 自由主義式的民主 將會是人類唯一歸宿的一個理論家 今天所關心的問題是 全世界的民主到底出了什麼錯 包括他自己的國家美國在內 福山的理論其實很簡單 他在這從1990年到今天 這中間接近30年裡面 他開始去體會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民主其實只解決了我們所謂的 良好政治秩序裡面的一個問題 第三個就是 民主建立了一個可以問責的政府 民主的國家使得他們的統治階層 不管是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 必須透過選舉的方式 向民意負責 這一點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可是一個好的政治秩序 最重要的一點是 你必須要有施政的能力 而一個國家有沒有施政的能力 比方說下水道有沒有蓋好 高速公路有沒有做好 港口機場 乃至於說基本的 這個教育跟醫療有沒有提供 這個跟這個國家是不是向老百姓負責 胡商認為是兩件事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施政能力 那麼他就算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在整個發展程度上還是會落後的 譬如說印度 另外有一點他認為也很重要 就是法治 一個好的國家不是只有民主 也不是只有能力 就國家施政能力 他也必須要一種全民都很尊重法治的精神 而在他的眼中 比如說中國大陸就沒有法治 雖然中國大陸國家能力很強 而胡商也甚至認為 中國大陸那個政治協商制度 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克責的味道在裡面 因為他畢竟不是一個 軍人統治的團體 但是中國大陸完全沒有法治的傳統 所以在這裡他就會覺得說 全世界這麼多的國家 要同時兼具有這三個要件的 還真的不多 而三個都兼具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那張總表上面的 北歐國家 瑞典 挪威 芬蘭 冰島等等 胡商也認為說 對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來講 如果它是先民主化 然後才要去發展國家能力的話 通常不會成功 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在選舉的過程 你必須不斷的去釋放出你的承諾 然後不斷的去收買人心 可是你國家的基礎 比方說財政還有交通建設 都沒有打下基礎 就不斷的拼命的在花錢 變成用福利制度的導向 來贏得選票 這種國家就不容易成為一個 上軌道的國家 我們自己如果說平心靜氣的想一想 在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裡面 有一些是所謂的剛加入民主陣營的國家 第三世界一大堆 這些國家之所以會沒有辦法上軌道 大概跟這些原因有關 政府很腐敗 政治文化很對立 族情很分歧 比方說不同的族都會想辦法把對方消滅 選舉是不公平的 有買票 或者說經濟成長已經停滯了 失業很嚴重 老百姓對政治不滿 甚至最不幸的就是外國勢力 一直在控制這個國家 使得這一些小國家根本就沒有自主權 像前兩年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兼併 俄羅斯長期來認為克里米亞 本來就是應該是他們的附庸 所以就把他兼併 然後就變成俄國的一部分 其他的國家雖然覺得 很不應該 但是再怎麼抗議也沒有用 下一個就變成烏克蘭 烏克蘭有75%以上的人口是烏克蘭人 可是有18%到20%的人口是俄羅斯裔的 當有20%的人口是親俄的 並且寧可希望他們去投靠俄羅斯 而不是讓人口多數的烏克蘭人 統治的時候 你說怎麼辦 這些外國的勢力怎麼可能不入侵 這些小國 所以一個國家不會因為 你變成民主國家 老百姓有權力投票 那就把我剛剛講這些問題解決掉 包括經濟發展的問題或政治衝突的問題 相對的 在比較先進的民主國家 英國 美國 法國 德國 我們看到的又是怎麼樣的民主危機呢 他們同樣的是有經濟成長停滯的問題 或者是全球化之後 雖然賺了錢 可是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 他們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沒有辦法有共識 整個美國從80年代以來吵到現在 先是吵這個墮胎權應該不應該給的問題 接著吵同性要不要合法化的 同性婚姻要不要合法化的問題 現在在吵這個對於移民 尤其是墨西哥移民 到底要不要讓他進來的問題 一個社會如果對於某些重大的議題 沒有辦法妥當的處理 他吵都吵不完 他沒有辦法好好建設 既有的代議體制 比方說美國的國會 是不是跟利益團體掛鉤的太厲害 以至於老百姓厭倦 政黨方面 不管是美國的民主黨 共和黨兩大黨 或者是英國現在的兩大黨 這個工黨跟保守黨 他們是不是長期以來 都是想辦法要把對方整垮拖下來 讓自己有上台的機會 可是對於國家真正的長遠政策 他們並不那麼在意 這也是先進民主國家 並沒有真正先進的地方 他跟我們講的那些落後的 第三世界國家的派系跟部落 是差不多的 這些國家都有分權制衡的機制 比方說立法院可以 國會可以制衡總統 然後大法官或者是憲政法庭 可以制衡總統 但是制衡的結果會不會是 使得他們自己力量跟效能削弱的原因 這些國家都可以使用便利的社交媒體 但是社交媒體大量使用之後 固然改變了整個選舉的生態 可是那還帶來很多過去沒有的問題 比方說所謂的假新聞假訊息 還有打擊對方 那最後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所謂的當代危機 就是移民跟難民 今天的整個歐洲 尤其是歐盟的國家 被大量從中東 埃及等等這些地方 湧入的難民整個淹沒了 本來歐洲人是從戰後以來是非常文明的 願意接納外人的 但是今天外人的進入的比例已經多到 讓歐洲人受不了 讓那個最有文明的教養的德國人 法國人 都開始出現一些 他們過去沒有想到的所謂民粹主義的現象 什麼是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的英文是populism 它的意思就是說 當有一群人或一個政治領袖 號稱他一切都是為了老百姓好 然後他用最簡單的語言 可以去打動廣大的民心 來對抗那個既得的所謂的權力結構 然後讓大家以推翻那個既得的權力結構 為共同的宗旨的時候 某種民粹的現象就會出現 民粹主義在最近這10年裡面 席捲全世界 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 是美國的總統川普 他就像這幅漫畫所講的 他釋放出了民粹主義這樣的一隻惡獸 讓他到處咬人 可是他所影響的不是只有美國 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國家 不管在亞洲 歐洲 非洲 拉丁美洲 我們看到的比如說 亞洲選出了菲律賓的杜德諾總統 他可以直接宣稱說 那一些毒販抓到可以把他 從飛機上丟下去 根本就不用經過審判 我們看到法國一直在挑戰馬克宏 的一個叫做國民陣線 一個非常右翼的組織的領導 Lapong 他整天要求的就是 法國不應該接受任何的移民 更不要講難民 通通趕出去 我們看到左上角是去年義大利選舉之後 傳統的左右政黨都垮台 冒出了一個叫做五星運動黨 這個五星運動黨的黨魁右邊一個 是一個從來沒有一個 四次工作的一個年輕人 左邊是他們的精神領袖 是一個喜記演員 他們聯手打垮了所有左右派的政黨 而使得五星運動這樣的一個新的政黨 主張脫歐 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 變成義大利的最大的政黨 可是明星會當上一個國家的重要領導人 不是只有義大利 包括右邊 這是最近這一個月很有名的 因為兩個月前 他選上了烏克蘭的總統 他本身是個政治素人 沒有任何一天的政治經驗 他的偉大的攻擊就是演了一部戲 這部戲叫做人民公譜 主張這整個政府是腐敗的 我們老百姓受夠了 他演這部戲裡面的總統 結果演戲假戲成真 他出來選 最後他的選票 75%打敗了所有其他的 傳統的候選人 他上台第一天宣布的政見是 把國會提早解散 大家都很高興 這個喜記演員將會給烏克蘭 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全世界現在都還在觀察 我們可以舉很多很多的例子 包括今天 身陷於脫歐風暴之中的英國 他們同樣有很多民粹型的領袖 他們正在帶領的這個國家 重新改造我們過去熟知的 這個政治世界 我們講到這裡可以進入最後一部分了 到底我們人類尤其是台灣人 跟那個理想的自由主義式民主的距離 有多遠呢 你得先問說 民主到底是不是我們的那個理想 坦白講絕大部分的理論家 都願意承認說 民主未必是人類政治上面的歸屬 民主出現在人類歷史上兩三百年 最早從英國然後到美國法國一個一個 今天他佔據了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幾的國家 成為他們所實行的制度 但是他還沒有真正證明說 他將會是百分之百的國家 一定會選擇的制度 這裡面的原因很多 包括傳統的文化的經濟條件的等等 但是我們至少心裡知道就是 有些地區可能比較幸運 他們採取了民主之後上了軌道 有些地區 有些國家 即使有機會開始民主化 有選舉 有政黨輪替 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而上軌道 所以民主可能不是一個 毫無疑問的最佳的制度 但是你如果問那一些個 已經走在這一條路上的人民 包括台灣 南韓等等 你說你願不願意因為他的缺點 而換成另外一個制度 那答案大概又是否定的 以台灣來講 大概不用做問卷調查也知道 更何況我們真的有問卷調查 你去問台灣人民對民主的滿意度 最近這幾年從來沒有過半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是不滿意民主 但是你問他說你要不要民主 還是說你要放棄民主 改採專制什麼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會要放棄民主 這就是我們的處境 在這個處境之下 我們要思考的是說 我們的民主到底是要讓他一直停留在 以選舉作為核心 還是你要想辦法去填充 剛剛所講的自由民主的其他的那些要件 對我個人來講我一直認為 那些其他的元素才是重要的 選舉本身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透過選舉也好 不是透過選舉也好 有一些事情是應該要被追求的 包括自由 人權 社會公平等等 那麼我們如果要追求那個 比較理想的民主 我們要永遠意識到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我們跟民主之間的距離就是 民主其實是人類所實驗過的制度裡面 非常困難的一種制度 very difficult 因為君主制度 如果用理論的話來講 你只要好好培養出一個君王就夠了 這是為什麼古代 包括中國 他們要找那麼多的太師太父 去培養一個小王子 然後想辦法讓這個小王子 見多事館 充滿愛心 然後仁慈 又很博學 然後等他當了國王 當皇帝之後 老百姓就有福了 那我們現在會覺得說這個好可笑 對 請全國之力去培養一個未來的國王 是重要的 對君主制度來講 可是對民主制度呢 對民主制度來講 我們就是要請全國之力去培養 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 讓他們至少是具有相當程度的 政治知識 判斷力跟參與的熱忱 如果說他們這些條件不夠 那這個民主制度在選舉權賦予之後 那個結果是會非常非常的可怕 最後 我們也許可以借用 這個老牌的政治人物 這個非常非常厲害的政治家 英國首相邱吉爾的一句話 他說 民主是最爛的一個政體 但是他加了一句說 我沒有說他是最好的 很少有一個真正瞭解民主的人 會跟你講說 Democracy i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是最好的 政府其實不會 你通常聽到的就是說 Democracy is the least worst 是最不爛的 最不爛的 勉強可以接受的那個政府 這個又會回到我剛剛講的 對我很有啟蒙效果的 熊彼得所講的 也許有時候我們對民主的期待 是太高了 選選以人 人類的這個共同利益 最高的國家福祉 通通塞進去 但其實民主呢 他只能解決某一些問題 那些問題還不一定包括 我們剛剛講的移民的問題 全球化所帶來的貧富不均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多少人 有信心說 當一個國家面臨貧富不均的時候 他用更多的民主 就可以解決那個貧富不均的問題 或者是說什麼產業落後 用更多的民主 我們就可以完成產業升級的問題 或是說移民的爛潮 造成那個國內的 這種社會對立的時候 他的答案會說讓我們更民主 假如我們過去投票前只到20歲 我們今天改成18歲就可以解決 或過去我們沒有公投 我們今天有全國公投 那些問題都可以解決 如果有這種想法 那可能就是對民主有太多的 不切實際的期待 但是民主不是沒有好處 他讓所有想要禁足權利的人 有一個遊戲規則 可以和平的解決那個爭端 他讓老百姓抱持了一種期待 就是這個政府必須對我負責 而如果這個政府做的不好 我可以換他 這政府也不可以濫權 否則我們可以組織公民團體 跟政黨來對抗他 這是民主的好處 但是如果民主連這樣子都做不到 也就是我說的 民主如果一直都只停留在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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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斷的在喊動算 動算 動算 我要問各位的 那樣的政治生活對你有多大的意義呢 對我個人來講沒有太大的意義 而且他更要緊的是 他不只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剛剛所講的那一些 人類當代的危機 他自己可能本身 都會變成是危機的來源 是的 民主有可能變成是 我們已經很複雜的 很麻煩的 那個世界裡面的一個問題的來源 當他自己搞好的時候 當他用選舉作為一種政治競爭 權力競爭的手段 而把整個局面弄得更糟糕 讓老百姓更民粹 更激情 然後更不能夠理性的 去討論事情的時候 民主會變成一個危機 所以最後我要很抱歉的講的是 對於這整個問題 對於這整個演講的題目 我並不能給各位一個非常樂觀的 完全肯定的答案 我所講的其實是 一些比較有所保留 但是是反映了這一個真實的世界 的一個民主的景象 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 其實我也是我第一次聽到 張教授好了好不好 我想他不太喜歡 他不是官場型的人 就聽到他演講 一個小時 我很久沒有好好上課了 非常感謝你 當一個學生 非常感謝你來 我幫同學問幾個問題 可以嗎 好 你們幫我一邊打字 好不好 你們幫我打字打在螢幕上 第一個打民主政治 橫的打民主政治 第二個打資本主義 我想我一打完那個 我們聰明的江教授知道我要問的問題 第一個是民主政治打橫的 下面第二個打資本主義 你們的民主政治 誰會打字的快一點 字打大一點吧 一開始打最大字 第二個打資本主義 第二個打資本主義 字打最大 就像剛才張老師的字卡那麼大 對 因為我沒有 我需要把他講完了 因為我怕我一講話 就沒有辦法打下面的 第三個因為比較困難 你們誰會打字的上來幫他忙 這個很可憐 民主政治 OK 下一行 資本主義 好 再下一行 第三行 全球經濟再平衡 第四個 第四個 再是再次的再 對 好 第四個 國族主義 我想張老師知道我要問什麼 好 民主政治 解決不了資本主義的問題 通常是資本主義 所創造的危機 最好威脅了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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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國族主義 他在國族主義面前 他是小丑 他就經常是醞釀國族主義最大的力量 透過投票 全球經濟再平衡 我的意思就是指著現在很多美國所產生的 所謂你講的先進國家的民主政治 這是它產生的危機 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 全球化造成的貧富不均 這句話有沒有常常聽見 全球化造成了貧富不均 Back to 100 years ago 如果以人類歷史 不是以美國歷史 甚至如果我以歐洲的歷史來看 一百年前 我們的貧富不均 有比現在嚴重嗎 應該更嚴重對不對 我不曉得一百年前怎麼樣 但是有人長期追蹤全球貧富不均的現象 是發現這近大概30年來 貧富不均的現象加劇了 是 但你不可以用30年 因為全球化是1960年開始的 對不對 美國的工廠在1960年代 尤其是1960年的末期 它的工會開始抗爭 然後就開始出現了工廠外移 然後就外移到他們喜歡當時 美國人一手改造的日本 然後因此台灣就開始變成它的衛星工廠 所以世界的全球經濟 我用的字眼叫做全球經濟在平衡 我不會稱它叫做全球化 美國會稱它叫全球化 歐洲會稱它叫全球化 因為歐洲這些國家跟美國這些國家 從19世紀的經驗到20世紀上半期的經驗 他認為世界的工作財富應該全部都是他們的 你亞洲就是我的奴隸 你就是我的工人 你根本沒有資格擁有今天的財富 這個叫做全球化 他們的不滿 我認為這個是根深蒂固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會稱它叫做 因為這不只有在19世紀出現嗎 在16世紀的時候 在15世紀的時候 在14世紀的時候 或是10世紀之前 很多財富是相當均衡的 歐洲 阿拉伯世界 跟東方 您同意嗎 所以我把它名稱叫做全球經濟在平衡 所以今天資本主義的危機 跟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問題 跟國族主義因此被掀起來 威脅了先進國家的民主政治 這樣對嗎 您投意嗎 這個文謙問的都是大問題 因為這分別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大題目 你看官司研究民主政治的 就一螺框的人 研究經濟上資本主義 跟它的影響一螺框 然後全球經濟 從長期的歷史來看 這又是一個大問題 最後就是國族主義 我大概知道您的意思 我大概也會蠻同意這個基本觀察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各位必須想像 在人類有紀錄的歷史 幾千年之中 你如果去看每個地區 每個國家他們的起落 還有他們在經濟上面的平衡 在我們過去的這一兩百年裡面 我會覺得大概是兩百年左右 我們看到這個全球經濟不平衡現象 越來越明顯 而這個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有關 就是跟資本主義的擴展 資本主義在某些地方發展得很成功 在某些地方 比如非洲 它發展得很慢 那麼因此就使得我們說的第一世界 跟第三世界中間差距就拉得很大 而對這一件事情 同時間在發展的那個民主政治 其實是解決不了它的問題的 是解決不了它的問題 所以剛剛講說 民主政治沒有辦法控制資本主義 不管是在國內沒辦法控制 或在國際上沒辦法控制 而最後一個因素這時候進來了 國族主義或所謂的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也是同樣的 從19世紀以後到今天 兩百多年 可以說是推進這整個人類社會地球 往前變化的最主要的一個力量 而且是充滿了激情的力量 那至於這個民族主義為什麼會起來 為什麼這麼大的力量 有一部分跟全球經濟的不平衡 以及尋求在平衡有關 因為有些地方他覺得他長期被打壓 被剝削 但是有一些地方 跟經濟因素比較無關 它會變成就是追求一種 我們稱之為認同 或者是自主的尊嚴的東西 Dignity 那這種東西的操弄 它不一定會導向經濟上面 要跟別人平起平坐 可是他會期待我的國家或我的民族 要獲得人家平等的一個對待 如果沒有這個對待 就是更不要講說是被人家用不平的條約 或者是戰敗這個屈辱的方式來對待的話 那更是非得要翻身不可 所以個別來講 其實他們可以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當它同樣在過去這兩百年展開的時候 它就這個跟那個會連在一起 然後就變得很難解 變得很難解 我所以把這幾個問題擺在一起 其實是我的老師跟你不一樣 你的耶魯 所以你的老師是Dole 我的老師是Eric Hobbson 所以1989年的時候 你會看到Fukuyama寫的書 他跟我說這是一本爛書 然後他就說 This is ridiculous 他說你將會看到 我現在年紀很大 你將會看到資本主義的危機 1990年 我是93年 1988年到1993年在美國唸書 所以Fukuyama那一本書出來的時候 剛好正在博士生學科考左右 其實我們 我耶魯的那個指導老師 他就對Fukuyama非常的嗤之以鼻 但可能因為 很多學思想史的人 都不太認為說 人類的這個所謂的終點 哪有可能那麼快就來到 這麼樣的大膽 無知 粗魯的論斷 對學政治哲學來講是無法接受的 他是那個時代的網紅 這樣講比較對吧 對不對 就是用一句很 但是那個時候 抓住大家眼球的話 這篇文章跟這本書 可以說是整個西方世界 席捲了世界 席捲全世界 你一定要看的 他讓西方的感覺如此之好 美好 Eric Hobbson他有兩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就是說 過去其實資本主義 馬克思所批評的所有的危機 一直都潛伏著 他一定會造成貧富差距 可是因為有一個冷戰結構 還有每一個國家都有社會主義 還有工會 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的挑戰 所以資本主義呢 就不斷地在修正自己 他有社會福利制度 他講辦法給失業救濟金 讓那些在這個社會裡頭的邊緣人 他起碼在這個制度裡頭生存下去 不會回過頭來挑戰資本主義 那所以他的看法就說 當共產主義這些國家 柏林維墻倒塌 蘇聯瓦解 資本主義認為自己所向無敵 然後完全自己感覺良好 甚至稱之為叫歷史終結的時候 He will be in trouble 這是他第一個邏輯 他第二個 他認為蘇聯的崩解 按照的是國族主義 唯一的例外是車城 因為車城那個地方呢 有核子基地 那美國人不同意 也支持俄羅斯不同意 把核子武器交給回教徒 所以整個蘇聯的瓦解裡頭 Georgia可以獨立 Bardic State可以獨立 所有的國家都可以獨立 這個國家不只獨立 叫Chechnya 車城這樣 那他就說 這將是所有災難的開始 國族主義 是人類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或者早在民族國家之前 歐陸從十五十六世紀 所有戰爭的基本根源 就是國族主義 那所以他就認為說 人類用這種所謂的民族自覺 而且像我們教的教科書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美國的總統 Wilson提出來 民族自覺教科書 教科書到底是誰寫的 你把它找來 把它質詢一下 問他一下 第一個我先告訴大家 這個民族自覺 是個很糟糕的觀念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民族 我們所有的人 在血統一樣嘛 去驗一下 你們有的人有貧富族 有的人是從大陸來的 有的人搞不好 他祖先還不要從什麼地方來 都搞不清楚 什麼叫做相同的血統 你搞不清楚 好 那金門馬祖的人跟你是同一個人嗎 金門馬祖 可能跟你的很多血統就開始有差異了 那綠島那裡的人跟你的差異可能又更大這樣子 那中國大陸 就是中國 中華民族 這是孫中山國父講的話 五族共和 那表示他不是同一個民族了 但是他要把他變成一個國家 他要把所有的民族都控制在這個國家裡 可是他推翻清朝的時候叫做驅逐大陸恢復中華 他認為大陸是外人啊 滿洲人是外人 可是他建立了共和國之後就變成內人了 因為我需要這個領土對不對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民族自覺 因為民族本身就是一群政治人物 他為了要擁有一個地理區域上口的共同利益 所創造出來的想像體 那所以他可以不斷地被變更 今天這樣 明天那樣 你們知道路易斯安娜 路易斯安娜 為什麼叫路易斯安娜 美國有一個州叫路易斯安娜 張老師 本來是法國的殖民地 對 然後他是法王 路易十四 征三下來的 所以叫路易斯安娜 OK 那他現在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魁北克 他為什麼是加拿大的一個部分 OK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是歷史慢慢形成的自然 一個征戰的 或是沒有遠見的 用錢把它賣掉的 或是戰敗失掉的一個過程 那老百姓在那個過程裡頭 就被割讓掉了 所以台灣在1945年之前 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那我們現在叫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全世界都這樣講 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 可是1945年以前 全世界都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可不可以說台灣就是我的一部分 或是我是台灣的一部分 弄易斯安娜 我隨時可以改變 那如果台灣全部公民自決 說我們要加入美國52州 假設美國要我們 美國搞不好不要我們 美國如果要我們的話 那我們就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所以什麼叫國族主義 所以當時我們學 Wilson 的民族自決 基本上他把它提了很高的觀念 which is wrong 它其實會使得國家裡頭不斷地分割 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裡面 阿拉伯世界裡頭其實是部落的 所以你會看到利比亞 他會整個國家是癱瘓的 好 那再談一個道理就是說 民族自決裡頭在國族主義的時候 當時談到Wilson 很少人學歷史不知道 第一次去的當然成立是國際聯盟 第二次是聯合國 好 那國際聯盟 美國有沒有參加 美國沒有參加的理由是什麼 這樣老師已經知道 有一些因素 但是其實也是跟利益有關 就是如果說參加的話 包括Wilson 的一些主張 真的去普世落實的話 其實會出問題 美國沒有參加的理由 最大是美國的國會的反對 因為美國認為我只要參加 我就捲入了戰爭 我要遠離戰爭 所以美國人想要遠離所有的戰爭 是美國人在20世紀上半世紀裡頭 主要的思考 1940年仍然如此 即使希特勒已經揮軍打到了法國 然後要打英國 基於兄弟盟幫 小羅斯福總統要支持英國 他都必須透過總統行政命令 因為國會不會過 去年還是什麼時候 那個Darkest Hour 是不是就是那個最黑暗的時刻 就在 就長自己在說 他就把50艘快要退役的驅逐艦 給了英國 然後呢 抵押了他海外的一個港口 然後直到 那個很笨的日本人去打了珍珠港 才改變了歷史 這個很笨的日本人 去打了珍珠港以後 就敲醒了很笨的美國 為什麼 因為美國第一次出現 近代的資本主義大危機 是在1929年大蕭條 小羅斯福搞了一堆政策 到1941年 他的失業率還是12% 結果他一開始支持英國打仗 他變成整個歐陸戰爭的後勤工廠 到1945年 美國的失業率突然之間降到1.2% 他發現原來戰爭 我不捲入 然後賣東西給別人 賣軍火武器給別人 是最大的一門生意 從此 從杜魯門總統開始 到後面美國的總統 就愛上了別人打仗 我賣軍火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常常說 現在美國人會防衛台灣呢 在我們台灣海峽裡頭 來來去去 我說98 先搞清楚他是要防衛我們 還是要賣我們的武器 你的回答 當然是為了要賣武器 還有其他的好處 我在這裡就是也很簡單的 echo一下文獻剛剛的一個觀點 我自己花過幾年的時間 在研究民族主義 那我也具體去觀察 包括中國大陸 台灣 以及很多其他地方的 民族主義的運動 包括各位現在可能都耳熟人 想西班牙不是有加泰隆尼亞 獨立運動嗎 然後之前東帝文也獨立了 那最近我剛才舉的像克里米亞 他們這個合併到俄羅斯等等 我剛剛在演講中有提到一句話 如果各位這句話將來還會記得的話 可能會對你有幫助 民族主義是人類政治世界裡面 力量最大的一個推動力 它比民主政治資本主義等等 都還要更強烈 因為它是一種去操弄起人類的那種 想像的集體的情感的一種力量 那就像文獻剛剛講的 什麼叫國族 什麼叫民族 其實它沒有一個客觀的依據 你如果真的是用血統等等去驗的話 那個結果會出乎意料之外 但是全世界現在卻在每個地方 都有各式各樣的國族主義 在那裡被操作 那是因為國族是可以被 用個理論的話來講 就是可以被建構出來的 一個原來不存在的國族 它是可以經過政治的手法 想辦法把它創造出來 然後它甚至可以賦予 這樣的國族偉大的歷史 傳奇 語言 宗教 美學跟未來的使命 然後讓大家為它而死 那個Eric Hobson 其實是我們非常敬佩的一個 一個左派的史學家 他對國族主義的分析跟批判 對我來講是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 他一樣是非常不喜歡這種力量 被動員 但是他就是一直在被動員 一直到今天 我仍然看不到有取代他的力量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剛剛文獻講到說 美國現在對台灣顯得很要好 到底是真的是 這麼喜歡台灣的民主盟邦 還是說他為了賣武器 美國一樣有他自己 所創造出來的一種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 美國是一個表面上最喜歡講普世價值 就自由民主的價值 然後表面上最沒有去操弄民主主義的一個 先進國家 但是我自己在美國居住求學的觀察 反而會覺得美國有一種不同於傳統的民主主義的運作 在這裡面 那就包括他們的國家利益 要怎麼樣得到極大化 就是對美國來講 什麼是最符合美國利益 包括剛剛講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其實他本來是想要獨善其身的 美國一直有孤立主義的傳統 因為那是最符合他的國家利益 但是現在他變成 二次大戰之後 他變成要維護全世界的那個 他所打造的全球智系 是最符合他的利益 那麼冷戰時期有冷戰時期的做好 現在到了後冷戰時期 尤其是中美對抗的這個格局 他一樣有他最大的國族的利益在裡面 所以我才會講說不管是在哪裡 其實國族主義以及政治力量 對國族這個圖像的操作 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動力 這個各位一定要記得 那我請教江宜歡老師 比如說我們先談美國談英國 然後回來談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一定比其他的面積水準差太多了 美國的總統川普 他應該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國族主義者 因為他動員的他在乎的失業的人口 主要是白人 所以挺有趣的白人 然後他認為 他也有一個全球經濟在平衡 他認為工作要回來我美國 那是本來我美國的 怎麼被你們偷走啊 但是他的工作也是從歐洲偷去的 而且我研究美國的歷史 美國1900年變成世界GDP第一的國家的時候 他主要依賴的20%是同工 16歲以下 他們工作的時薪 一個禮拜都沒有休息 7日 沒有空間 平均薪水 工資就是6塊錢美元 這是美國經濟崛起 那時候有非常多的發明 電話誰發明的 你們說有個貝爾實驗室是Bell對不對 不對 電話是一個意大利人發明的 然後那個被貝爾偷走了 那貝爾是誰呢 他是加拿大人 他就跑到加拿大去 然後呢 接著他覺得這裡不安全 他覺得美國是最大的市場 他就到了美國 把自己一個美國人在美國登記了專利 所以我們現在有什麼Copyright啊 專利戰啊等等很多東西 就是說 整個美國當時他的崛起的過程 他發明的東西 除了Edison這些人士美國人之外 大多數東西都是英國人發明的 英國人有鐵路他怎麼會有鐵路 他說不偷他哪來的鐵路 我常常挑戰很多人 台積電是台灣的創新 是台灣的智慧財產權 還是偷來的 是台積電是我們的自主創新 還是偷來的 是因為美國人傻傻的幫 我們訓練了一個張周謀 當著了德州儀器的副總裁 他知道everything about半導體 semiconductor 然後我們把他找回來 台灣變成工業院的院長 然後美國在那個時候 全部對付的對象都是日本 所以呢 日本的Toshiba東芝被他抓到 他跟IBM合作的時候 偷了IBM一小部分的 半導體的技術 然後日本簽下了投降條款 20年不發展半導體 那個時間 孫英選一看到就說 台灣搞半導體 所以張周謀就立刻成立了台積電 那他成立台積電 我們當時如果不是他當過 德州儀器的副總裁 我們隨便抓一個人來 我們搞得出半導體嗎 也搞不出來 所以我們剛開始偷來 後來就有自主創新 最後合起來 這樣對嗎 大家都是這個模式 那現在美國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等於是要求世界經濟再平衡 就是說我要回到1976年貿易逆差之前的美國 1960年代之前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美國的經濟都非常好的時候 英國的Brexit脫歐也是一樣 他認為以前的古典的美好的英國 為什麼不見了 什麼叫古典的美好的英國 你指大英帝國嗎 你到底指什麼東西 那如果是國族主義 談到脫歐要脫離歐盟 然後變成動言 然後變成謊言 然後剛開始他們好像是攻擊 敘利亞難民 事實上他們攻擊的是波蘭的基層勞工 當時在Tony Blair的時候 他們簽缺基層勞工 所以他們移民進來 非常多的波蘭的工人 那這樣的話 蘇格蘭可不可以獨立 你懂我意思嗎 這問題就是沒完沒了 好 回到我們台灣 台灣如果可以獨立 金門可不可以獨立 問你這個問題 能不能再講一遍 因為這裡面任何一個字都有 你說如果怎麼樣 如果台灣可以獨立 金門可不可以宣布脫離台灣 也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OK 了解 對我很重要 因為金門最大的姓 姓陳 所以我有機會當上總統 就是在金門登基這樣子 所以問你這個問題 其實在金門就有一些鄉親 有談過這樣的問題 但不是用理論的方式 而是用閒聊的 半開玩笑 但是也是發洩的方式 就是說 因為金門基本上 比較不喜歡台獨運動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當台獨運動 在本島這邊聲音比較大的時候 金門有時候 有些金門朋友會講說 那我們也要獨立 就是說從台灣獨立 其實不只是金門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 澎湖也可以 Why not 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 英國 實際上包含了 蘇格蘭 英格蘭 威爾斯 北愛爾蘭 現在光是一個脫歐 你就很清楚的看到 是英格蘭的大部分要脫歐 但是除了倫敦之外 而蘇格蘭都不要脫歐 北愛爾蘭也不要脫歐 所以當時那個公投一投下去 那是很驚人的 就一個國家基本上是分裂的 兩個投票傾向 那蘇格蘭就一直威脅 就是說如果英國真的是 完全脫歐 硬脫歐的話 那蘇格蘭有準備脫離英國 他們是在1701年結合的 蘇格蘭跟英格蘭 本來也不是同一個國家 是兩個獨立的王國 最後決定說 我們結合成一個聯合王國 所以英國的正式的名稱 才會是United Kingdom 一大堆 那因此蘇格蘭如果有一天 因為脫歐與否這個問題 而跟英格蘭再度分手的話 不是完全不能想像 那所以我們回答剛剛就是說 金門如果說想要 如果金門的論述是說 台灣可以獨立 我金門也要獨立 也不是不能想像任何一個地方都 我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其實我們知道說 出錯的東西可以一分再分了 他們其實是因為下課時間到 他們有下一堂課 所以不是不喜歡您我們的談話 所以我問您最後一個問題 其實民主政治 不是國族主義的對手 對吧 不是 對 那如果每一個國家 我感覺到經濟不平等 我感覺到有遊說政治 我感覺到被壓迫 像台灣被中國大陸 感覺到強烈的軍事 跟各方面的武力 或是各種威脅的壓迫 然後聽到他們的領導者 人談話 九二共識等一國兩制 大家就非常生氣 這很合理 然後 我們的民主政治 我們的投票 其實是國族主義的投票 不太是民主政治的投票 你可以這樣說嗎 在很多地方 不是只有台灣 在很多很多的國家 整個投票行為 其實後來 你如果仔細去分析 你會發現 它是循著族群或民族的分界線 在動員的 所以在很多地方 是表面上看起來 有所謂的普遍的選舉權 但是背後運作的力量 是跟族群中派 或者是甚至民族的對立是有關 台灣如果 我應該講一個重點 免得時間不夠 就是 剛剛文獻也強調就是說 民主政治不是國族主義的對手 那是因為就動員力量來講 他老是輸的 但為什麼人類還一直在 追求民主政治不願意放棄 是因為它是一個比較 文明的體面的競爭方式 就是我剛才講投票 民族主義的話就不需要 在保留那個文明體面的方式 它可以用比較激情的 或甚至粗暴的方式去追求目標 那你如果要用普通的譬喻來講的話 講民主政治人就像是穿著西裝的紳士 但是動用國族主義的人 是跟你是穿這個木雞的流氓 那紳士是打不過流氓的 可是為什麼 家庭都一直在教導小孩子說 你長大要賺錢 然後變成一個紳士或一個讀書人 那是因為那個代表了一種 文明的精緻化的過程 用那個所謂的文明來掩飾 那個粗暴的力量的對抗 要不然直接就用拳頭決定 所以民主政治它的可愛 跟它的限制都在這裡 民主政治是一直想要用一種 比較理性的文明的方式來解決 政治衝突的問題 那它的具體表現就是投票 但是當民主主義 國族主義被動員起來的時候 它往往是可以幫的一下 把那些東西通通打倒 可是回到最後 當人們厭見的那種 直接用拳頭用激情來對抗的時候 可能就會又想到說 我們是不是還是應該把衣服穿上 把鞋子穿上 那又要訴求到民主政治 所以它就是一個擺盪不停的一個過程 我開個玩笑來做ending 不能綜合一下像我嗎 我上衣穿得很淑女 我下面穿了一個像木雞一樣的拖鞋 這樣子 不是木雞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 你可以某個程度 仍然遵循了一定的制度 那你有一定程度的對國家 對你的民族 然後你對你被一個大國威脅 所感到的不滿 但某個程度 你還是了解這些不滿 它必須被控制在一個 一定程度的尊重多數 法治體制 還有窮困的人 他們需要更好的國家治理 這件事情上 你對他們 或是你對你自己 基本的關懷 如果你是一個窮人 你要關懷 真正的政治是在決定你的生活 你的前途 你的未來 不是民族主義這些事情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經濟狀況很好的人 你也不要只考慮你自己的熱情 你的民族主義的熱情 狂熱 你也要考慮很多最後民族主義的選擇 你可能選出一個很會鼓動狂熱民族主義的領導者 但是他的治理是失敗的 就導致這個社會的下一代 他的貧窮的人 第一個就走不出去 從你的民族自尊來講 他也搞得你更沒自尊 所以這本身來說其實是一個 其實要可以綜合嘛 就是說你即使對你的民族國家有感情 如果你往前多看兩步 就像我可以上一串這樣 下面穿木雞 你懂我意思嗎 我腳下穿了這個 因為我摔跤了 我不要讓自己再摔跤 但是可以如此嗎 就是人們在投票的過程當中 可不可以把這幾個選項全部都放在腦袋裡頭 窮人他怎麼辦 他需要好的政府治理 下一代怎麼樣辦 他需要好的施政能力的領導 AI的世界我跟大家說過 他怎麼辦 他需要更好的教育 而更好的教育需要一個有領導能力的政府 然後整個產業的再轉型 國際的再競爭 經濟的再平衡 就是一場起跑點上 其實現在已經很不一樣了 就是說對大家來講 就是你在講第三波民主 我不知道這已經是第幾波的經濟國家競爭的 新的一批競爭比賽 我那天看到一個數字 全世界頂尖的AI人才 有兩萬四千名 也是economist的數據 這也是經濟學人的數據 有一半在美國 有十分之一在中國 兩千多人 那排第三的 大概一千八百多人是英國 然後英國的後面是德國 德國的後面是法國 日本好緊張啊 那日本的日經新聞就quote 因為經濟學人 現在背後的金主是日本人嘛 那日本人的日經新聞就quote 這個新聞說 不得了啊 日本沒有AI人才啊 在全世界裡頭啊 中國佔了一成 我們只有百分之零點六啊 我很想問我們台灣多少 好像沒有人抱我們賽 可能我們AI人才裡頭 在全世界人才 佔不到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這樣子 所以你會知道這是一波新的競賽 那你都需要一個好的政府治理 那你也看到了整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威脅 對台灣的一個壓力 這些東西其實應該在你所有的思考裡頭 都有一定程度的比重 它不應該是全部的嗎 是 人本來就是這樣 人自己這個生物或這種存在 它本身就是一個綜合體 它有理性 它有感性 它有國族的情感 它有對普世價值的追求 它重視物質利益 但是它有時候也會有一些 公平正義的一個期望 那人其實就是這樣在活著 那因此它對每一件 它所要決定的事情 包括投票 它都是綜合考量 它所有這些成分之後 然後去做一個選擇 這是無可避免的 當然我比較 從一個理論角度我比較擔心的 就是不要被單一的力量帶贏 尤其是不要在最激情的時候 看不到任何約束的一些相抗衡的力量 那個會是蠻危險的 因為從人類歷史上看得很清楚 當我們比較訴諸於這種激情的力量的時候 它所導致接下來的一個境況 其實總是大量的人要受苦受難 而當然相對的 我等於是在追求一種 比較多的人可以安身立命 可以過一個相對比較平和的生活 這種情況沒有說什麼太高大的起伏 可是它基本上是對老百姓比較負責的 就是說你不會讓老百姓受苦 而老百姓往往是在整個政治世界的遊戲裡面 不見得有機會去做決定的人 有機會做決定的往往是當權者 主要的行為者 主要行為者如果說 只憑著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激情去做決定的話 倒霉的是老百姓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說 在那個平衡的過程裡面 我們不可能說完全純粹只考慮一種因素 但是就整個歷史來講 我寧可看到相對比較理性的力量 能夠穩健的成長 謝謝大家 謝謝耽誤了一些時間 謝謝各位 今天是我們的最後一堂課 然後我佔有了很多大家的時間 但是我想張老師給了我們很多的input 那我因為時間短短的關係 跳著問他問題也請您見諒 然後我們請所有的人同學們站起來 我們給張老師他特別 他自己在中中大學教課 他也常跑香港 然後今天特別來我們台中亞大 我們請同學站起來 給張老師最後一堂課 我們給他掌聲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再次英明星期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